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们养鸽子 首先是你不可以割凉的 因为鸽子每天要吃 怎样来使用鸽粱 我们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也许有的朋友就说了 我每天喂鸽子吃 那我还不懂吗 真的 关于鸽粱的学位 你真的还不懂 今天呢 农村大叔就来说一说 首先呢 我来说一下 我们怎样正确的 存放鸽粱 我们有些朋友买了 鸽粱回来了 随意的一人 放在阴暗潮湿的角落 这种存放的方法是不对的 鸽粱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干燥通风阴凉的地方 也有的朋友说 我的鸽粱潮湿了 我拿起来晒一下就是了 我晒干的给他吃 现晒现吃 其实这种方法也是破误的 刚刚曝晒过的鸽粱 你拿来喂鸽 鸽粱 容易引起鸽子的消化物粱 还有呢 你爆菜的鸽粱 有很多营养成分 会流失 那样鸽子吃了 也不好 你把鸽粱随意的 扔在一个拐角 如果你乘放鸽粱的地方 有老鼠 被老鼠吃过的 污染过的粱食 你在喂鸽子吃 鸽子很容易会感染上门市 老鼠吃过的 污染过的粱食 不但会感染上门市 还会在很多复杂的基地 鸽粱 一定不要放在 阴暗潮湿的地方 使其发生了霉变 没变过的粱食 你用来喂鸽子 那么危害就大了 有些朋友呢 明明知道自己的鸽粱 没变了 外面都看到没点了 她也舍不得扔掉 拿去用水洗一洗 反正我洗干净了 晒一下 再喂鸽子 其实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 你清洗的只能清洗掉 粱食表面霉粉 你却不知道 鸽粱里面呢 已经发生了霉变 里面你是洗不掉的 鸽粱发生霉变 它是由内向外发生霉变的 你清洗的只是表面 鸽子吃了霉变后的鸽粱 以后呢 会发生霉菌感染 霉菌感染会引起鸽子的肠炎 肝炎 肺炎 甚至系统疾病 甚至呢 还会引起鸽子的眼部疾病 这些危害呢 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 霉菌会引起严重的免疫无效 也就是说 你鸽子本身 集体的免疫力被它破坏了 你使用普通的抗菌药物 就无效了 很多平时我们看起 非常简单的疾病 你用抗菌药 就治不好 就像这年年流行的 戴眼长风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你却治不好 因为普通的抗菌药呢 对这个美菌呢 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美菌 感染引起的疾病 你用普通的抗菌药 是治不好的 现在有很多疾病 看似很简单 但是治不好 就与这个美菌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怎么做呢 今天呢 老胡在这里跟朋友们说一下 要想清除这些美菌怎么办 必须要用专业的药物来清理 其实呢方法也很简单 隔上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如果是在高热阴雨的天气呢 使用的频率就高一点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一瓶煤霸 专业的去除霉菌的 它能够吸附 肠道霉菌 及其毒素 有效的阻止霉菌和毒素 被集体吸收 还能够中和 已经进入血液 脏器里面的霉菌毒素 它同时具有吸霉 防霉 驱霉的多重作用 我们在拼时 可以用它 半粮食给鸽子吃 用它半粮食给鸽子吃 能够有效的 预防鸽子的呼吸道 和消化道疾病 也能有效的 预防鸽子的栽眼上风 朋友们呢 不要听老胡说的天花烂坠 你可以试一试 究竟它的作用有多大